马上来关心疫情 越南在昨天晚上新增了三例新型冠状病毒 境外移入的个案 其中两个还是台籍人士 这两个个案都是由中国广东出发 经过陆路在18号的时候入境越南 疫情指挥中心说 目前已经跟越方联系要了解情况 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 这两个台籍确诊个案 分别是33岁以及58岁的人 在18号入境越南之后 那么隔天第一次的裁剪结果是阴性的 但是就在昨天发布的第二次裁剪结果 却是阳性 患者目前都在越南首都河内的医院 正在接受治疗